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期权布局 今天是期指结算日 市场一开始就回一回来 然后在紫色的EMA7这条线 我经常都叫大家用 叫做第一顶,然后尝试再夹上去 你说市况上周都有略谓提及 我自己还是维持着看好的看法 但市场上的人士来说 基本上觉得这一阵 短期来说这一阵升浪就升市缺乏成交 所以他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市场是继续跌的 估不论是怎样都好 我自己都很强调一件事 看法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 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怎样应对 开了仓之后应该怎么继续 那这一集就会说多一点这一方面的东西 但是你讲到未来六月份 市场人士是比较关注的 是什么呢 首先今天,即今晚的市场都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美国有休市,英国有休市 但是你说整个六月份的走势来说 整个市场来说 都是比较关键 重点留意这三件事 首先六月十五日,月中 这一日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消息 会公布的 一,就是美国联储局议息的结果 二,就是MSI是不会将A股 纳入MSI这一地方 那这一地方 也可能因为这样的消息 会令港股的走势 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其余的,就是说 黑天鹅事件,就是今个月底 6月23日,英国供求脱欧这件事 那虽然我自己来说 觉得真正脱欧 的机会率 都是真是非常之低 但是问题来说,那个情况 会有可能成为一个 叫做制造的消息 令到市场下跌都不出奇 所以我很强调一件事 虽然我看好,但是要怎样应对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至于你说很短线的位置 之前一直都很强调,我看着 紫色这条线,EMA7 这个位置,如果收市价 穿上EMA7,再跌穿上 市场 短线来说,有些利淡的因素 相反,未正式 刺穿这条EMA7 就是好像今天,你看到它 刺穿EMA7,接着又再跌上来 每次接近这些EMA7 未正式确认突破 向下突破EMA7的情况 每次都是一个叫做 找位去做好的机会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短线 的攻击方法 你说要把一个比较理想 的位置 有几件事要留意 首先,以前 期指班都经常提及的 就是转仓水平的位置 今天 是期指结算日 刚好,你就很清楚知道 以我自己的计法 作为参考来说,转仓水平 在什么位置 如果用我的计法去计数 作为参考来说 期指来计,上面 20643 下面20097 是一个叫做转仓的位置 每个月都是的 我就会拿着这个转仓的位置 作为参考 大使,村边边 有机会那个月 起码有一阵 会向那边走 现在,既然有这两个位置 作为参考,整件事策略很简单 首先来说 我所谓的突破 每次都这样说 你要是有一个收市价 收在,譬如上方 那个转仓水平高位是20097 收市价要收在20097 以上 这里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步 未确认突破 之后来说,这一天有一个高位 未来短时间 所谓短时间来说,三四日以内 读穿了这个高位 因为那个月的走势 就确认有机会向上走 反过来,下面的转仓水平低位 20097 如果收市价跌穿20097 未确认突破 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步 这里有一个低位 如果未来三四日以内 跌穿了这个低位 在六月份来说 有机会有一阵先向下走 明白了这件事 策略很清晰 换句话说,今个月来说 即是六月份 下面先看着20097这个位置 未成功收市价 穿20097再跌穿这个低位来说 那个市 相反来说是 中有机可以 中线一点 留意着一个集市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整个策略很简单 在期指确认跌穿20097之前 即是未正式跌穿 未正式跌穿有很多可能性 有可能 那个期指是 那些位置 又或者它多跌穿 接着又屈上去 未成功收市 收穿20097 又或者它收市 穿了20097 但未正式跌穿那天的低位 总之未确认跌穿20097 之前来说 你很明白自己 那个走势来说 你看好 不过下面 你知道 怎样位置跌穿 你就需要 留意市有机会向下跌 那时候 你才要去做 对冲都未迟 也都因为这样 未确认跌穿20097 我写就写大约 在20097附近这些位置 但是实际上 大家很清楚 什么位置跌穿 什么位置未跌穿 总之 未确认跌穿20097 说到的时候 开 short put 18600的期权 至于18600的期权 是怎样拣出来的 其实没有的 纵粹是 刚刚搞了一场赶座 有人拿着这个行政价 真是问我 假设如果 现在开了18600 short put 后来处理仓位 应该如何处理 既然这样 我就送应他的意见 拿回18600的行政价 作为例子 那你问我 没有的 首先你说中期走势 我自己都说 这一转升浪来说 怎样是确认了 我觉得整个大市的声势 有机会 我是看错市 就是说 3月1号这个高位 即这个列口位置 19325 我觉得是不会回报的 没有完全回报这个情况下 每一次回调都是一个趁低吸纳的时机 亦都因为这样 如果选择short put 你弄上 你首先第一人赢 你为什么要做short put 你是觉得市上升 所以你才走去做short put 但是大前大底下 你觉得那个列口低位 19325这个位置 是不会完全回报的 亦都因为这样的情况来说 你要问清楚自己是短线还是中线 一开始你觉得不会断保 如果真的完全回报的话 那你的市场随时会向下走 所以你选择short put 的行势价 比较低一点 例如在列口低位 以下这些位置 选择了 例如18600 万一自己觉得短线的走势是向下的 你有足够空间 给自己去做其他补仓的动作 Anyway 我就拿了18600的行势价 我作为例子 未正式跌穿20097 先开这图 通常来说 可以开了short put 假设你先开了仓 我也是这样的 可以开了short put 你单边short 就一定有风险 你自己来说 随时要有准备 就是说 万一市有什么不对路 你一定要先做逗充 现在我先开了short put 通常的情况来说 我会怎样呢 我市打一打 我会找位置去保short call 所谓打一打的 其中一个比较值得参考的地方 就是 之前上星期五的高位 20643 如果那市 但升穿20643以上 可以大约 收回价外1000点的期权 收回6月份21600的期权 你想想 对了 你在接近大约21000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市占了600点 接着你再補short call 其实你省了很多走位 至于是否一定要升穿20643 你看位置 通常我自己会看即时数 但你不看即时数 你就要约摸 拿着上星期五个高位 再参考 然后你记住 在开了short put 的情况下 就補回short call 21600的限制价 但细事未必像你那样理想 你先开了short put 他打不到你想开 補short call 接着他就转回来 之前说 很明确 确认跌穿20097的话 就一定要对冲 你稳定一点 他有可能在确认跌穿20097 那时候的情况 未正式回補最近这个列口 这个列口底位 就是19983 199883点 如果最近这个列口 都完全回補客 很简单 上升动力 已经有所减退 在这种情况来说 略为对冲 所以来说 确认跌穿20097的情况下 加多个条件 要连19883都跌穿 如果这个动作 都对冲来说 你本身开了short put 先对冲 对冲 对冲的选择行使价 选择什么行使价 在客人来说 他有两个问题 究竟 我选择行使价 譬如 以这个例子 我选择一万八千六的行使价 即是这些 这样的位置 我将浪择 我应该选择 在一万八千六的底下 做对冲 还是在上面 更加少少的做对冲 如果更加少的对冲 其实整套组合 就会变成一套 一个叫做 何鸿市 夸价组合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来说 就会比较 在某程度上 你是看跌的 你问我 我很清楚的了 如果 那年后低位 19883 强调 要确认跌出20097才算 我会选择 觉得短线来说 市场有机会向下走 我做对冲的话 我会选择 立即保障 一万九千四的 朗普 去做对冲 一万九千四 是 类似之前 我说 确认长期 转小 列口位置 那些位置 起码 因为我不排除 有机会 所以所谓是对冲 对冲到这些位置 不要做价外 做到这么低位置 万一真的 19325 都完全 跌穿了 那时候 才选择 对冲 可能是18600 底下的 朗普 去做对冲 都未迟 但是未正式 确认跌穿19325 之前来说 我选择对冲 就不会选择 18600 底下的朗普 即18400 或者18200 底下的朗普 我会选择 进取少少 194的朗普 去做对冲 去做对冲 去这样做 整套态 我告诉他 入市怎么做 中间应对要怎么做 至于即市图 时间不多 就展示一下 给你看 因为在港幣的时候 也有人在 搞完港幣 问我即市 期指炒法 我只是说了重点 因为没有时间 跟他说 立刻展示最新例子 好像今天期指结算 期指结算 我们一般来说 一定不会拆即月期指的 因为即月期指 是用恒生指数 每五分钟的口 是计算的 那我们会看下月期指 那今天这个 就是下月期指的幅图 那 拿五分钟头 头那十五分钟高低 拿了高低位来说 穿哪一边 那些短时间 有机会去哪一边 那十五分钟高低位 你可以当作一个 支持阻力的作用 那好像今天的情况 收市价五分钟头 穿了头那十五分钟的位 再穿到顶 确认了声势 是确认了声势 不是立刻再 你的行量直播率高不高 第一个目标的 通常都是以一个R来计算 就是十五分钟 这个114点 再加十五分钟高位 二零二九二 就去到二零四六 二零四六零 左右 这个是第一个目标 那你确认升出高的时候 觉得直播率不够的话 好像今天的直播率 是超过三分二 直播率不够的 我再提及过 然后敲回调 回调到接近这些十五分钟的位置 这个支持的位置 再稳稳去拨上去 那你转 就拨上去 接着一拨上去 就一路推子站 很轻松 今天又又赚一转 你说推子站 以前也提及过 我经常说 EMA7是其中一个工具 那你见到 当你自己认定了走势向上 拨上去 拉一条EMA7流上出来 接着收市价 刀穿了这条EMA7 穿在底下 推子站 否则我通常来说 会准备在这里 会分住做平仓 先平一转 接着再穿上EMA7 的话 是确认穿 即收穿再跌穿 的话就再平仓 今天又是很轻松 又转一转 炒即使途 所以无论其权 或者其子的策略 今天就很重点 就告诉大家 来要做的事情 那礼拜三 就再和大家分析 回股和股票期权的走势 今天就和大家 先说这么多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